所以现在去片场 你感觉自己的经历 还是跟以前一样 可以应付很多状况吗 那没问题 每天有一个记步器 就是说我今天我走了 几千步或者一万多步 我没有算过 但是我觉得我在现场 我从监视器这儿 到那个演员那儿 来回来去的 完了这一天跑的 我觉得肯定不亚于 他们锻炼的那些人 更重要的是 我现在在现场 我挺有意识地去想 我要享受 我要享受在拍摄现场的 这些时间 我觉得如果我去世的时候 是死在像李翰祥导演 他就过去在片场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 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你希望在片场 就是你等于是 离开这个人世 是在你最喜欢的这件事 这是非常好的 他刚刚说 要死在片场的时候 那个徐凡老师 又忍不住这样 握了他一下手 因为他们这次拍 《只有云之道》 也涉及到了 类似的处境 两个人在一起很久 可是终究有一天 其中有一个人 会先走这件事情 你有很害怕演那段戏吗 我不是 我其实 我 我就觉得 谢谢 我好神经病啊 怎么突然一下 搞得这么激动 都他 都他 死在片场 讨厌 其实我觉得 就是拍戏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有两个戏 一个是唐山大地震 一个是这个 《只有云之道》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戏 对于我来说 不是演戏 它其实是我的一种 一种感情的宣泄 它就让我 就是好多年 积攒在心里头的 那种感受 是宣泄出来了 我就觉得 好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 我不是会表达 所以我 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 你是真的有一点点胖 冯岛比你先走吗 我 我其实在以前 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无所谓 谈这个问题 可是年龄大了 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以就会不愿意谈 所以除了演这个角色 刚好有这个对白之外 你们在生活里面 就宁愿不要碰这件事 也不是 我们俩也说 说完了 我就会跟他拍木头 快拍桌子 拍木头 也说 所以他是很大方地 聊生死的人 对 所以他刚刚这样看你哭 他会觉得 以后就不要讲吗 没有 不会 我所有的东西 只是我自己的 我觉得我不去阻止 他任何的东西 就像他 不会阻止我任何的东西一样 所以你在演那一段 就是回忆你老公的 那一段戏的时候 真的是很发自内心地 在讲这件事不是引的吧 是的 台词有的时候会调整 要怎么把它 像我自己的实话 可是你讲的那两个字 像他真的是爆鼻哭了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其实是剧本里没有的 像我就觉得 好像人物在这样的时候 他会这两句话 对不起 因为他真的很感人 那两个字 我是觉得 到这个时候 我特别想把我那个 内心极致的那个窗户指 捅破一下 我就觉得 如果是我 我就会 所以本来剧本没有这两个字 没有 还好你加了 你在你先生面前如果这样 他一定会觉得你很神经 是不是 不会啊 他就会说 宝贝你干嘛哭啊 然后觉得可能过来抱抱我什么的 你有在担心这件事哦 你说我老公先死吗 嗯 有 真的 嗯 现在已经在想这件事了 对啊 是你下手了吗 我在担心要找谁 我不能亲自动手 我不想坐牢 掐扮被子 欢欢万物 少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不见不散